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公用股的业务稳定性高 现金流强劲 派息稳步向上 吸引保守型的投资者 收取股息资源 亦可以在波动市中作为防守股之用 供水、发电、桥梁道路收费 这些都属于收入稳定的公用事业 越海投资就涉及以上业务 是一种综合型的公用股 越海投资最为港人熟悉的业务 就是为本港供应东江水 公水业务占公司收入超过六成 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根据公水协议 2018年到2020年之间 越海投资的收入保持在48亿元左右 收入的确定性相当高 公用股除了稳定收入之外 亦要考虑公司的业务拓展潜力 越海投资在今年4月 以大概19亿元收购了一批新的水资源项目 郭泰君安指出 公司去年年底 拥有超过80亿元年金 预计未来仍然会继续收购更多水资源项目 越海投资的息率亦不错 根据彭博综合市场预测 在2019年到2021年 公司股息率有四厘到五厘 相较现时美国十年期债息不足2.40 可以说高出近倍 总结而言 公用股的收入和派息稳定性高 可以作为防守性的选择 再配合业务拓展 长线亦具备升值潜力